凡一男从店门口进入后直接熟练的往吧台走 在柜子里东翻西找找不到之前的东西又继续翻 最后搜刮柜台底下拿走一包东西 马上离开现场 事发就在台北市大安区的一间酒吧 先半斗在清晨五六点行动 趁着没人看管从大门闯入 还有店家休息时都会把钱钞带走得手一千多元 但另一间名店就没那么幸运 前半锁定这种知名的店家 利用过去的经验在外头翻翻找找 真的被他找到了钥匙 而他就从后门进到里面行窃 受害的还有这间知名的牛肉面店 窃子一样穿着白色上衣 就怕被发现还赤脚在里面走 来来回回晃呀晃找目标 短短一个月内被偷了三次 第一次偷走三万元还拿走钥匙 被害店家赶紧换锁 半个月后竟然又破坏纱窗 进到里面再度得手三万块 实随之位第三次还想偷 不过只剩下零钱 仍然全部被锁瓜 因为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好像他就把我们的钥匙拿走 跟厂商合作都有放一把备用钥匙 让他们给送货 后来才知道原来说 这个是以前厂商的救员工 为了方便厂商送货 没想到竟然被厂商的前员工潜入 让被害业者印象不到 嫌犯特地从淡水到台北市东区行窃 警方以车追人 终于到租屋处将人逮捕 38岁的夜姓男子 平常打零工为生 因为熟悉餐饮业的模式 动起歪脑筋 拿备用钥匙行窃 被逮后工程缺钱养女友 不认真赚钱 反而走歪路 把自己搞得进行局 扭直到了 恐怕也不会开心 TVBS新闻人数派与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